大家好,这里是Chenix,为大家带来怪物略人online三册的游戏视频 可以看之前,我也是由于是缺一个黄素蓝素龙 蓝素龙的,现在已经忘了是什么了 总是缺素仔,频道喊了喊,是貌似没让人尿我 自己去,只能是自己去打,打了一局 现在是打回来了,打回来之后,发现包好了 估计一会儿我们是直接去,先去把最后这个任务造一套装备 先把,选的是蓝素龙的套装,把这个装备先造出来 造出来之后呢,直接是去接这个十级的,应该算是主线任务 当时我记得他这个,他的这个任务名称啊,他也是红色的 应该算是主线任务,没有错,还是这个,一个爪子 诶,这样直接是完成了,发现每次关这个 我们再看一下啊,我好卡啊 我们再关上,可以看关的时候,中间这个预览图啊 好像都是会延迟的关闭一下,总是也是,也就是黑黑色的东西 很,应该是优化问题,我觉得,这个官方也要注意一下 这样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应该是没有其他的任务了 这样盛世可以把我们的信用套换成了蓝素龙套 另外刚才这个礼包看着是什么 诶,什么煤波,煤结波耳坦硬币 估计就是一些,其中的卖吗 嗯,我们看看我们的套装可不可以卖啊 1块钱,卖了吗 呃,主要原因是我轻入非常,非常缺缺这个仓库啊 所以说我直接从里面卖掉了 另外,好像还有一些垃圾 这个里面和这些人 其他的,这应该是我们烤熟的肉 烤熟肉,拿出一块就够了 诶,又出现这个bug了 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bug刚才之前那个上一期视频的出现过 但是不太清楚最近是一个什么原因 我现在是手柄模式,然后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想分,把他这个直接是分组给他等于是拆开 结果是点确定发现是没有,没有反应啊 鱼再点一遍 得这样,这应该是一个红色的任务 应该是主线 看下来到达10级 怪鸟积极 貌似是要打怪大怪鸟吧 应该是第二章了 隆下之村,拉米拉德 貌似现在可能这个任务做完 可能会把我们的农场开开啊 现在可能需要先去打怪 另外呢,刚才我也是 刚才我利用私底价格 但是又打了一遍黄素龙 啊,蓝素龙 我个人感觉上 这是什么任务啊 算了 总之给了我们一些很奇怪的道具啊 好像是讲语物不算了 发现,狂乱冲太刀感觉怪怪的 移动速度特别慢 持刀的时候移动速度特别慢 然后纵展呢,感觉上准备的时间很长 然后武器的攻击距离感觉上也有点怪怪的 我估计下一把武器我可能是不用太刀了 毕竟,抬刀人气还是非常多的 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必要再去 等于是再去加入这个成为太刀的员了 我可能会用一下比较比较 人气比较 稍微低一点的像 我觉得,呃,P2剑会低一点啊 可能会用P2剑啊 你毕竟是以测试为目的 这样,诶,怎么又咬着交谈 成为什么,悬赏猎人吗 赏击猎人 估计是去看那个看板 好,可以红色的,音包弹的威力 使用,冒似就是给大灌鸟扔个音包弹 然后杀死啊 应该是能跟其他的秘密 这样选手看板,接一个 我想看看这个二星呢 我不想接那个的,这个怎么弄呢 好,按了一下ESC 诶,这样,这个二星呢 可以看奖励更多一些啊 而且是,这直接是令大灌鸟音包 感觉上有点并句的样子 不过我就不,我就不说什么了 应该是,对大灌鸟使用音包弹吧 可能这个正好跟我们任务目标是相同的 好像是,在哪儿隐世之身的大灌鸟吧 另外悬赏看板应该是通用的吧 对,应该是通用的 所以说我们去接哪颗悬赏看板应该是有关系 这样,这好像还有点区别啊 好像这个悬赏猎人应该是必须打这种任务吧 打这种副本 我不太清楚打这种就是主线任务 会不会有影响啊 可不可以算数 不太清楚 咱们试试吧 发现NBC啊 依然是先有名字 然后才会出现他的 他的人物 个人物资请放心获取 诶,看一下这是阴暴玉 知己阴暴玉 把这个拿出来 还有一个加工的名单 炸药 这应该是都是素杂 倒是跟我们合成用的 诶,差一点 先来个其他可肉 给这样大怪鸟 一区不太像啊 可能是六区的感觉 先去一区看 要是没有的话 我们再去换一份 果然没有 没有的话 可能应该是在三区 诶,不太清楚 这回三色,三色中大怪鸟它是改的怎么样 二色中大怪鸟感觉有时候 至少还是有点低啊 经常会做出一些比较奇怪的动作 就是没有猎人 然后它去来一个 来一个车之类的 来一个车之类的 先对它来一个 颜色 这样直接阴暴吧 哇,怎么发现一星包弹的颜色是绿色的 是没有,没有怒吗 那是哪一星包弹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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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对 对,对 对,对,对 一样 肯定上三秒之前摁的招 我现在这个才打出来 哎 这这 哎 天的太漂亮了 居然是跳了过去 这样 这只 大怪鸟还是接着砍翅膀 因为没有记错的话 它的弱点应该是翅膀 头的话吸收不是特别高 除了大锤应该是 可能塔锤的打击作人也在吃法上 不过我都累了 这只尤其刚开始没有在破头 现在要在开始破头 我觉得是有可能来得及 随便打一打吧 看看要是能破了就破了 要是破不了的话 以后再行吧 诶 它在 好像在忽怒状态 忽怒状态应该是可以吃银豹的 诶 倒地了 这个倒地后起人容畜 觉得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毕竟我觉得可能 诶 想直接死掉了 觉得有些人可能打起来啊 诶 倒地后发现就是 诶 发现怪我倒地了 玩命输出 起来后马上接个龙车 真的是可以是把人直接 诶 收到一下 哇 这是 诶 我看错了吗 刚才拿着什么呢 好像是个零啊 看错了 好像是今天录视频录的有点多 眼花了 刚才看成了其他特别奇怪的玩意儿 哇 这个发现 忽怒状态中人物起 起 就是蹲下跟站起来的动作 假如这个做的有点不太好 我觉得你动作频率稍微慢一点啊 这个太快了 诶 只给你物理啊 我估计怪鸟到时候 再升级装备可能是怪鸟装备不太清楚啊 起码二侧大概貌似都是去做怪鸟装备 毕竟有很多输出技能 嗯 悬赏抗杆 好像有用吗 这写的是狩猎场啊 可能我们刚才进的这个主权任务 他不算狩猎场 所以说没有用 诶 好像给了一个吃嘴嘛 怪鸟之耳 如果成功击破大怪鸟的话 能获得额外奖励 诶 这样 砍个小普尔了 应该 凭砍一下装的啊 这是什么呢 怪鸟之嘴 这是他的爪 这是林 爪应该是全新的图标吧 嘴我觉得都是全新图标啊 没所谓了 我们接着去做吧 还是 应该是主阵容 诶 不是吗 好像 看来应该是直接让我们打这种失恋的 这样 直接 算直接开始吧 太刀说实话去打 就是破尔的话 有一点点的小难度 因为 正面输出的话 还是比较容易中招的 诶 还好 给了音爆什么的 这样 给音爆闪光啊 我估计 见面吧 见面好 刚才在三局吧 这样 我们就算不走 一去二去 然后三局 估计 见面直接来一个音爆 音爆之后 由于是脑 重音爆它脑在上面 所以说 你先利用重音爆的硬直上去攒我们气震槽 攒好之后 再直接 我估计是直接上闪光加线灵吧 看看能不能把他的耳朵先破掉 诶 那边 诶 这回他没有叫吗 诶 不好 诶 我的问题 没有把这个木饼拿换上来 手的有点不习惯 这样估计能直接硬直吧 诶 怎么这是在打谁 诶 果然中招了 诶 看来这个太刀真的是不太清楚该怎么打 一般 这样再来一个音爆吧 没有效果 好像 诶 耳朵是收起来了吗 好像收起来了 这是我的问题 哇 这是怎么没有达到的 这样真是没有办法 太刀这个攻击的动作感觉我还是有点不太习惯 实在是太慢了 另外你去哪儿我的天哪 诶 又来了又抽风了 那边有人吗 你打什么呢 诶 怎么又不动了 诶 这样先开刃吧 开刃之后我们 这个要干嘛 先加个血 嗯 然后想逛 哇 天哪 哇 这 这还让人打吗 这设计的太恶心了 这我强烈谴责开发上 这 这也没法打呀 这要换区吗 好 这换区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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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你们俩做到 我这是在打什么呀 窩了个去 我觉得这做的太差了吧 这什么都没有 你换区 跑这么老远才换区 这样我不太清楚 他去了哪 不是二就是六应该 看一下吧 另外换区走了之后 发现我们猎人啊 这个 有吗 刚才换区走之后 发现猎人旁边 这个被怪物发现的图标 依然是在 这个红色的眼睛 依然是在闪着 这应该是 应该是Bug 没错 谁没有打到吗 呃 好像是破掉了吧 好像是破掉了 这样就没有 估计没有什么太大危险了 我们直接 直接打翅膀 毕竟翅膀 还是高不少的 而且不需要去很危险的去打这个 那好累 另外我真的是不太清楚 给我感觉上太刀的移动 真的是变慢好多 再清楚是因为我卡 什么其他的原因 另外这个喷火我 你屁股对着我有什么意义吗 还是打猫去了 来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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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喷火球 我觉得 瞄准的地方有一点奇怪 刚才 感觉上 瞄准之后 是屁股退着我们 真的 这样磨刀看一下 但是这可以摸到 这个喷火球 硬直还是非常大的 啊 没有 有 诺 诺 有 是 对 没有 有 有 这两个硬直是怎么打出来的 可以看我们的染色已经是闪了 这应该是代表可以捕获了 这样另外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染色 这个点 这个点我觉得online中换区 看一下 从1区刚才应该是2区吧 一下换到6区 这个换区感觉有点太突然了 另外我不太清楚这个大怪鸟会在哪里睡觉的这张地图 好像是喵喵给我们加个血啊 可能是我打单机版主机打习惯了 感觉online这个太刀的不论是敏捷还有这个距离都是非常的非常的短不太不太习惯 我刚才拿到了什么什么肩胛骨还是好奇怪的东西 接个玩意吗 礼物 打磨视频后防身碗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东西 之前我说 之前我说Bug掉那个锤子好像就是这么一个图标 然后灰色的 知己有几尺 嗯 这边有点虫怎么挖一把 这样怎么说呢感觉这个大怪鸟依然是有点很奇怪啊 之前他好多攻击就是感觉没有人然后去去发动这攻击感觉真的是太我是很不适应了 怪鸟之耳 击退怪鸟的凭证是什么错 诱惑到怪鸟之耳 我应该已经有怪鸟之耳了吧 应该是有了 让你直接把这个看板交了 想知任务成的小机 好像这个可以直接完成吧 对话 为什么可以跟看板对话呢 好奇怪 这里有人吗 有NPC吗 应该没有吧 这个不应该写的是对话吧 可能是 读一下他的说明什么的 听上去怪怪的 应该看板对吧 诶 这样看应该是击退怪鸟 可能是击退成功 我们这样回去去击退任务 现在我们的武器是应该是太刀 估计到时候我会换大剑什么 太刀真的是感觉上online的太刀用的真的是不太习惯 我可能会换成大剑 之前说好像是想用片尔剑 毕竟感觉用的人不是特别的多 说实话片尔剑这个改的也是可能需要一定用时间来熟悉 片尔剑毕竟我用的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说诶 可以可能熟悉的更好些 太刀尤其是我用的实在是太多了 想想给他 诶一直半会把这个习惯改回来 估计真的是很难 哇这么多人 诶在庄园看本处花费精度点提升等级 然后进行模糊床的惨疾吧应该是 来收集三个粪便使用特制式药剂 制成这个化肥在哪里 尽管好有庄园 我还没有好友到时候随便在大街上加一个吧 我的铁矿石 应该有铁矿石了吧 刚才挖了好多的 诶果然 这样给了一个庄园特殊兑换钻 诶这样我们的庄园算是正式重复开启了 我们先进行逛一趟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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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有莉莉啊 這個是NPC嗎 好像是 這樣我們直接是 直接找莉莉吧 為什麼好像是 把鼠標去掉 欸魔物床 橘色等級15 可能還升不了啊 可能現在我們是等級不夠 一個要120的精算檔還有600塊錢 現在我們應該是等級不夠啊 所以說這個任務是做不了 現在我們是 多少級呢 可能是11級啊 這樣算了 但是可以是採集啊 採集的話估計我們 先採 採蟲子吧我覺得 之前好像採蟲子比較少啊 算了採兩個蟲子 然後魔物我覺得不需要採 魔物還是歷代中出展還是比較多的 採個蟲子採個礦 還可以採嗎 這一共能採多少下 哇 無限採嗎 不會吧 這樣我們每個東西都採一採 藍蘭蘑菇 菜貌似是不能偷 沒有蟲子 沒有蟲子採 感覺上 初期這些怪什麼的 我們直接利用知己的藥還是夠用 魔物 又採蟲子 我們去採蟲子吧 沒有魚啊 魚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好像好像是採到上線了 不太清楚在哪裡可以看上線 畢竟我也是第一次接觸這個 就是第一次自己玩 之前都是在 我都是在直播中看的 直播也是就是草草的代播 我也是太清楚究竟 在哪裡能看 好像是能採十次吧 記得二側中好像有印象啊 二側中的直播好像聽 聽誰說是能採十次一樣的 但剛才我是沒有看見提示 可能是在哪裡有血 我只是說忽著掉了 這樣為什麼下面這個任務提示還在呢 我們現在是等級不夠啊 一隻提示也沒有用 看來是有點看來是這個樣子 剛才我們進的由於是莉莉的莊園 所以說他應該是他已經升級好了 我們還沒有升級 應該讓我們升蘑菇吧 這樣我們踩一下 剛才寫的是零級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東西的 記得之前在起碼在 只能踩兩次嗎 為什麼寫的是要三次才急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 我記得之前的起碼在掌機板 我記得比如說你是把這個東西採完了 採完之後你馬上升級一個農場 它會馬上又刷出一些東西來 可以利用這麼一個特性 這樣我估計我們 我們有多少種 應該是250點 一個好像只要30 估計我們都升一下吧 剛才他寫的一個任務好像是採集三次啊 並不說採集三次蘑菇 什麼東西都可以採 這樣我們都採一採 釣魚我估計就不釣了 補充沒補 然後草藥田 來清楚這一代中種怪力之種 會不會能賺點錢 還有蜂蜂草 連都都採出來吧 這樣魚塘我就先不採了吧 雖然說只有30塊錢啊 但是首先我不用弩 這個目前的弩真的是不太 做的跟這個主機板相差實在是太遠了 我真的是用不管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 我是不會用的 一個禮包 自由手的血球證不錯 你看我是不太清楚 為什麼要殺這種自由狩獵 可能是我覺得 應該是限制這些比較靠前面的玩家吧 限制靠前面玩家 是防止他們是過多的刷機什麼的 但我覺得像我們這種小號 其實類似於這種很極低的人 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去限制你這個誰的選擇 這手好像是三份怪物粪墊 可以造出來 沒有足夠的怪物粪墊 我們應該是有的 看來還是要拿在身體上 怪物粪墊 好像是這個 其他東西都存在了 莊園兌換草 這個寫的是禮物啊 不太清楚怎麼用 陰暴玉 加棍棍 那還有炸藥 這是什麼 陰暴玉的配方 我們有任務去讓我們做陰暴玉嗎 為什麼還在這個還有提示讓我們採蘑菇 這個是不是有Bug 我們已經採過蘑菇了 好奇怪啊 我先去把其他的礦點都採一遍吧 冒似只能挖兩下啊 記得好像主機板是可以挖三下的吧 只看清了 給我感覺是三下的樣子 不過兩下是無所謂 必須讓你每次每個I下 他給的數量並不像主機只支給一個 真是說給兩個 所以說可能會加快我們這個收穫速度吧 其實這個設定也是不錯的 這樣可以種草藥就算了 看看能不能買到什麼種子吧 另外好像有一個可以造什麼食人藥水 造了一個 嗯 這個東西應該是拿著他跟 跟BugNC對話吧 這樣鐵稿發現是沒了 在身邊買得及吧 哇哇哇天的好卡 發現擺的應該看不見 但是我開的我現在我開著Fraps可以看 看幀數 剛才我買東西的時候幀數只有1點 用於2級以上的草藥田 我們應該是1級的 這樣只能用1 哇還有7級的田 先買一個吧 買一個先種的東西 畢竟現在好像能種的東西只有草藥 這個還是不想種草藥的 種種別的東西 另外 另外可以吃肥嗎 不太清楚啊 好像 可能是不能是非吧 我不太清楚啊 就是無所謂了 這樣莊園應該是完成了吧 好像都是勾了 打成勾了 應該就是完成了 這樣我們就處理責任努力了 哇那下面提示還在 這應該是有Bug吧 我已經是踩過了 我已經是踩過了 用這個樣子 你今天今日上線 上線提升了 我以為我到了上線了呢 這樣應該是兩個日常任務 然後這是一個主件任務 給了一個黃金石碎片 冰結晶片 冰結晶片 哇 這個來源可以看是商店 一杯飲料 冷飲熱飲 其實我覺得這種做任務 然後你學會這些冷飲熱飲 這種就是狩獵中 需要用到的才這個技能術啊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但我不太喜歡的 這裡面生產發明的一個特點 就是你可以造一些 就是可以是 比如說10級的恢復藥 然後可以造15級的恢復藥 還有什麼10級的鬼人藥 20級的鬼人藥 這種東西我是有點不太 不太能 就是不太能接受吧 但是說 也並不是完全不能接受 只不過是有點 太高興吧 哎 這是一個什麼情況啊 嗯 遊戲的畫面是卡死了 然後幀數也是直接是卡到了 44個樣子 應該是報錯了吧 應該是報錯了 應該是報錯了 應該是遊戲卡死了 我的 出面還沒有卡死吧 這個怎麼辦呢 這個怎麼辦呢 哇怎麼又有聲音了 這樣貌似是直接報錯跳出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報錯寫的是什麼錯誤什麼號啊 這樣我們直接 我估計這期吧 時間差不多 時間是錄到這了 下期再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任務的後續 這期就這樣了 請大家能喜歡 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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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見